在這水果的小貨車上 當時車主的朋友陳先生 就在這裡發現一名小男嬰 上面還蓋著毛炭 當時小貨車就停在中和區 光滑街擺攤 水果攤老闆和朋友 去附近冰王攤聊天 沒想到下午5點45分回來時 就在水果箱旁 發現一名剛出生一禮拜的男嬰 原本以為是別人買東西借放 但越想越不對勁 才趕緊報警 有人會怕 我不會 小孩有在哭 出事 旁邊放一個包包 剛出生一個禮拜的小男嬰 生命真相 穩定一旁的袋子裡 放著奶粉和尿布 眼前的原警也發現 嬰兒用品上有媽媽的名字 在她的爽生粉上 發現她母親的姓名 即使在護診系統查證 在第一時間到她家屬去通知她 男嬰的媽媽晚間7點多 現身派出所 根據了解35歲的彭姓女子 沒有結婚也沒有工作 一次沒有錢 才想把男嬰給別人養 事後她相當後悔 但彭姓女子已經觸犯遺棄罪 社會局也將介入了解 藉由張哲如燕映新北市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